玩家朋友对原生的支持和热爱 一直以来都是项目组不断前行的动力 如何在游戏中制作更丰富更有趣的内容来回馈大家 也是我们长久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 是的,就像大伟哥所说的 优质的游戏内容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接下来就有一个未来版本中新常驻玩法的情报 在这里我也要为大家提前奉赏 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它的名字 即胜召唤 这款风靡提瓦特大陆的卡牌游戏 即将在3.3版本中与玩家朋友们见面了 哦,难道说 没错,可以在原神里面打牌了 在新玩法的模式中 旅行者们既可以邀请不同的角色和NPC进行对战 当然也可以和游戏好友进行娱乐对战 这是一个以PVE为主的轻度休闲玩法 没有与PVP绑定的奖励 而且所有的卡牌都可以通过玩法来获取 在闲暇时光,大家也可以和朋友们来上一局哦 目前,七胜召唤还在测试与优化的阶段 不久之后,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了 3.1的版本已经有不少活动了 再加上七胜召唤 这次前瞻的活动部分,信息量有点大啊 是啊 那游戏中的新玩法内容 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